这个漂亮女孩缓缓吞去鲜红的衣服 看着镜中美丽无比的出子之身 十分欣慰 然后又换上一身黑色的结婚礼服 伴随着夕阳的余晖走进了大海 她始终自信从容 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胜利微笑 八十年代 福建泉州惠安东部的沿海小村庄 这里的女孩活泼灵动 想一只只美丽的蝴蝶 外界都称之为惠安女 绘华就是其中一个 十几岁的年纪 天真可爱 美丽活泼 但是在惠安地方不大 陋戏却很多 这天是会华大哥娶妻的日子 对方是个没见过面的十几岁姑娘 在惠安女孩的唯一作用 就是给家里的哥哥弟弟争彩礼 他们十几岁便要嫁做人妇 全凭父母之命 自己完全没有选择或者拒绝的权利 而且从结婚起就开始被各种奇葩的规定束缚 更加无语的是 婚后三天女孩就必须回娘家长住 一年只能和丈夫见三次面 每次见面也不能超过三天 直到怀孕才能被接回父家 这样的规定对女人来说就和守火管一样 生理和心理遭受双重折磨 而且这样有限的相处时间 如何容易怀孕 所以等待的她们的是丈夫招小姐 自己短则两三年回家 长则一辈子 这样的扭曲人性的婚俗 造成了无数悲剧 将成百上千的女孩推入了深渊 惠花的哥哥嫂嫂白糖了 但是按照规定 男人站着上香 女人只能跪着 哎你是女人的不可以站着白左肩 惠花只是好奇结婚 蹲在角落观看 母亲就以女人不能进厅堂为由 嫂嫂的模样 于是赶在哥哥街红盖头前 偷偷地溜进了心房 一进门就见嫂子痛苦地捂着肚子 原来根据当地习俗 新娘三天不能出婚房 而且三级必须忍着 惠花不忍心 偷偷地帮大嫂拿了一个尿糊 大嫂十分感激 送了惠花一些首饰 看着女子结婚要忍受这么多的繁文如解 被各种规矩束缚 惠花十分排斥婚姻 于是找到闺蜜秀姑 她问秀姑女孩子为什么非得要成亲 秀姑说得到的聘礼钱 可以给弟弟讨老婆了 听到这番伏地魔的发言 惠花十分担心秀姑 怕她以后沦为弟弟的牺牲品 于是拉着她去马祖苗拜堂 结为姐妹夫妻 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并许下了这辈子都不嫁人的承诺 从此两个天真的女孩 真就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唯一和依靠 一起去村里看电影 一起聊天谈心 好不快乐 然而惠花的大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她虽然在结婚的头两年就顺利怀孕 成功回了夫家 但是等待她的是繁重的工作 怀孕加上身体不好 惠花嫂嫂不小心将雨撒在了地上 哥哥看见飞蛋不安慰 反而对着她拳打脚踢 因为在男人看来 女人就是个生育机器家免费劳动力 惠花对此非常生气 但她也只能说几句赌气的话 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同样不幸的还有美真 美真偷偷和丈夫约会被发现 竟然被村里人斥责不检点和不守护导 美真愤怒地质问 为什么妻子和丈夫见面都不行 他们只是想要早点生个孩子 这样有什么错 她试图唤醒这群无知迂福的男人 但是他们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美真的质问毫不作用 很快就淹没在他们的妈妈里 而且不依不饶地要丈夫惩罚美真 懦弱的丈夫最终抽出了皮带 看到这一幕 美真绝望了 她死死地盯着丈夫 随后毅然地冲出人群 奔向了不远处的母子 用这样的惨烈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她的死 不会对这个小渔村造成任何的影响 妻子死一个再娶一个 转眼间秀姑也到了出嫁的年纪 家里人还天洗地地帮她操持着婚事 绘画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难道说好的姐妹夫妻就做不成了吗 说好的生死相随 不离不弃呢 所以秀姑出门的当天 绘画赌气没有去见她 秀姑知道她不高兴 于是穿着嫁衣来安慰她 二人再次起始 生同生死同死 从早到现在到明天到后天 一连三天都没喝水 你不渴 你是神仙啊 来 喝 这让秀姑心里有了一丝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男人似乎懂得尊重女性 不仅如此 第二天一早 阿光还早早做了发高 听说女人不能上桌和丈夫一同吃饭 阿光连忙站起来 表示要和秀姑一起站着 而且送给了她自己亲手雕刻的秀姑实相 这样体贴温柔的阿光让秀姑心动 渐渐喜欢上了她 两个人也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动了房 可是分别的日子来了 按照规定 三天后她必须回家 绘画看见秀姑回来 十分高兴 而且告诉她说 秀姑出嫁三天 自己三天就没合眼 一直挂念她 可是秀姑却有些沉默 这天两人一起干活 中途下起了大雨 阿光却突然出现 把自己的羽衣给了秀姑 这一画面完绘画很是吃醋 不久后的中秋节 秀姑被允许可以回婆家 但绘画为了让秀姑留下来 不惜使出苦肉即砸伤自己的脚 好让秀姑留下来照顾自己 然而秀姑却趁绘画睡着后 偷偷溜走了 漆黑的夜里 秀姑独自走在路上 丈夫骑着单车出现 两人喜笑颜开地回家 而这一切 都被尾随而来的绘画看在眼里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秀姑了 于是失魂落魄地回家 可是却得知了自己 马上要嫁人的消息 家里人给她许配了大伙人家 对方给了满屋子的偏离 可是绘画无形结婚 更让她绝望的是 未婚夫是一个地痞流氓 绘画在路边卖肝肠 未婚夫大雄 带着几个兄弟围着她 没有认出绘画是自己的未婚妻 于是就出言调戏 看着自己的流氓丈夫 绘画更加觉得这段婚姻无望 可是后来的一天 绘画无意间偷看到电视里 男女颠乱到风 绘画就去问秀姑 问她是否做过那些背叛自己的事 秀姑没有回答 但正是这份沉默给了绘画答案 她一气之下答应了嫁人 新婚置业 新娘不堪同房 丈夫竟找来失足女 准备当着她的面示范 绘画受不了这样的欺辱 果断地要说离婚 而且跑出了房间 俗话说好女不嫁惠安男 这些我们看来十分离谱的观念 在以前的福建惠安 却是十分平常的事 绘画的丈夫在酒席上 公然嘲讽老婆是母猪 唯一的价值就是生孩子 还带着兄弟们闯入房间 想打了商品一样 肆意地观赏讨论 绘画气愤地把他们赶了出去 可没多久 丈夫最熏熏地回来了 还要强行动访 倔强的绘画誓死不从 一脚就把新郎给提晕了过去 绘画连夜跑回了娘家 母亲却将绘画大骂了一顿 嫌弃她都人现眼 我每年都考第一 你却不让我去上学 大哥每年都留级 你却拿她当宝贝 你偏心 你重男轻女 家也再不是她的避风港 她是泼出去的水 第二天大雄就威胁绘画哥哥 要是绘画不回去 就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哥哥回家后直接掀翻了桌子 然后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 将刚刚受的委屈转移到绘画身上 无奈之下 绘画只能回到婆家 可是大雄比下头还下头的事 竟然找小姐回来羞辱绘画 她忍无客人提出离婚 离婚当然可以 但是平金得还回来 可平金全在大哥手里 并重的大嫂得知此时 她不希望自己的悲剧 在绘画身上重演 于是偷拿了平金和私房钱 可是大哥却突然冲进来 把钱抢走 还不停地殴打着大嫂 大嫂身子弱 再加上大哥的辱骂 当场吐血身亡 绘画又找到母亲要平金 可是嫂嫂尸骨未汗 母亲却已经开始 只为哥哥物色欣喜妇了 绘画终于明白 女人生在这个吃人的地方 唯一的价值就是被卖 然后给家里的哥哥弟弟换彩礼 婚后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 她离开了家去投奔秀姑 然而秀姑也容不下她了 因为她马上要和丈夫阿光去深圳 得知真相的绘画很生气 在秀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她准备了一大桌散伙饭 绘画却提前摸好了菜刀 秀姑曾跟她一起发过誓 生要同生 死要同死 可现在秀姑却背叛了她 她已经没有了生的信念 准备一起死 可当她听到秀姑已怀有身孕 而且离开是为了不想孩子重蹈覆辙 她的心还是软了下来 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 第二天绘画去送秀姑 秀姑只言是绘画给了她勇气 才让她决心离开这个地狱 他们在一起的誓言 秀姑从来没有忘记 两人最后交换了手镯 秀姑还决定 要给以后的孩子取名为慧生 纪念她们的感情 送完秀姑以后 绘画就要送走自己 她换上了黑色的新娘服 在罗日的余晖里 缓步走进了大海 既然生活没办法 善待这个纯洁的女孩 那就交给大海 电影双卓上映于1991年 通过这个影片 得知了特殊年代 会安女人的艰辛与不幸 身为女子的悲哀 电影里只是记录了 几个女子的苦难 但是镜头之外 是无数女孩被摧残 陨落枯萎在最美好的年纪 她们在不被接纳 和尊重的家乡 像蝼蚁一样苟延残喘 男人有女人生何样 却反过来奴役 压迫欺辱女性 这是何等的讽刺 不过幸运的是 如今的慧安 早已经消除了这种陋习 也破除了各种奇葩婚俗 女孩们终于能够 健康平等地成长 能够选择自由 选择自己的丈夫